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今天我们会结合着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 来探讨一下中国社会民众痛苦的根源 当然提出问题要解决问题 有很多人已经看清现实 选择了相对来说轻松快乐的生活方式 那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今天网易有一篇文章 题目是生存不易,请你善良 保安踹翻摊贩油条锅 反被摊主筷子插猴 主要讲了去年的一起典型的社会事件 一名保安按照物业的要求 对街道两旁的摊贩进行清理 在路过一个早餐铺的时候 要求摊主将自己的摊子全部都撤回去 在摊主还没有来得及收回的时候 保安一脚就把装满热油的锅给踹翻了 滚烫的油就撒在了女摊主李小凤身上 导致她的裤子被火烧着 双腿是大面积烧伤 李小凤赶紧去卫生间用冷水降温 随后她的丈夫和这名保安就发生了冲突 情急之下就用炸油条的筷子捅伤了保安的喉咙 就这样,保安也被送去了ICU 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一起非常典型的底层互害事件 而且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很多人就不理解这保安的粗暴行为 你就一打工的也赚不了几个钱 没必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呀 结果呢,自己也立刻遭到了报应 说到底呀,大家都在努力的活着 保安也是为了几个碎银子在拼命 那摊贩呢,也同样是为了生活在痛苦中挣扎 本来是社会制度造成他们疲于奔命 结果呀,就把这个怨气都发泄到了对方身上 那这种大量底层互害的事件 证明了中国社会正在崩塌之中 当大多数人无论付出多少努力 都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生活的时候啊 那他们内心对于社会的这种不公和怨恨 就会不断的积累 直到一个偶发的事件被点燃 所有的怨气都会宣泄而出 就像是去年突然爆发的白纸革命 有人说呀,这官方公布的数据 目前还可以呀 了解中共制度的朋友都清楚 官方公布的数据一定会有水分 即使如此 有人也从这个数据中看出了问题 本集国家统计期公布的1到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4% 官方得出的检论是国民经济其用回声 然后我再给大家两号说集也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 一个是CPI 月份为1.1% 二月份为1.0% 还有一个就是CPI的情况 二月份成成交调时间率为5.6% 同时上到1.1% 16至24岁 成交调时间率为2.80% 好了这几个数据已经跟大家说清楚 那么来聊聊这些数据 第一呢 规模以上公家增加值 看起来非常不错 但是重点这都是大型的企业 央企业国企啊 或者说规模很大的民企业 这些企业呢 说白了 要政策就政策 要资金就资金 要规模有规模 他们就说通过规模 手机的这个企业 利润大幅度的往外扩张 不过呢 他们经营效应 可以说并不怎么样 只是说数大好成量嘛 他们的经济的贡献 就是稳住基金本盘 第二就是我国的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 现在很没用 基本上对经济的贡献度 越来越低了 特别是在GDP这一块 稳住经济金管盘这一块 但是他们得解决就业 进入很大的贡献 现在不行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事业力量非常的少 当大家没有工作 这个消费自然就少不去了 你看一下我们的环比是腰窄呢 一人是百万人一 二人是百万人一 这种呢 给这个总结论 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了 严重的并过两重天 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好 跟我们民生有关 跟我们的收 没关系 国企垄断造成了虚假的繁荣 民企大量倒闭 那才是最可怕的 直接会导致大量的失业 那我们再来看几个实际的案例 看看普通民众的生活 有多么的艰难 一家五口要在广州生活下去 到底要有多拼 下午四点我接我女儿放学 这个是我老公开了财床 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来源 就来自于这个财床 中午十二点 我们吃早饭的时候 大哥想多睡一会儿 就没有和我们一起吃 结果姑娘来了 又来不及吃饭 买了两瓶葡萄糖 直接开始干活 不是我问他饿不饿 我估计他都要饿到晚上七点 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就去泡子铺买了六个馒头 那不一买回来就开始啃了 真的是有时候太佩服他们了 我们这边的小财床 也终于派上用场了 希望以后别再空着了 这几天网上也有陆陆续续的老板 说要找我们柴货 说真的刚开始挺开心的 但是到后来越来越不满意 真的不是我们挑 有的货就感觉不能干 就是有一个文件带 连个零工都不如 零工啥的不出 还50块钱一个小时了 就这样的 我老公还说干 我认识没了 年龄大真的挺人找工作的 这两年我不是在招人吗 招的是我的下属 给的是专员港 或者主管港的offer 像我看个129个简历 就是在出来两个 那么反超过29岁的人 一会拒绝 连显力都不看 25岁以下的人也拒绝 新冰单子还得培养 只能为那个经历 所以企业用人 真的挺无情的 你年龄大 这种基础感就不会成立 这时候有人可能要跳出来说了 目前处在一个发展的转型阵痛期 苦难都是暂时的 等转型完成就好了 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现实是 所谓的低端制造业没保住 高端产业也没发展起来 所谓的弯道超车成了车祸现场 很多人发现自己越努力 生活越艰难 努力这个词就很有意思 跟努力几乎是同音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之处 在文字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人太过努力就会成为奴隶 所以凡事就顺其自然 不可强求 让自己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 如果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到那位保安 能够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 劝贪犯几句 他爱收不收 实在不行报警 不就完了吗 这也算给物业有个交代 就是因为保安太努力 想表现 所以就造成了悲剧 那贪犯虽然是受害者 但他们确实也违规摆摊了 也许是生活的压力 让他们不得不努力 那违规摆摊 也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而已 也许是为了供孩子读书 或者呢是早点想买属于自己的房子 总之啊 就是非常努力 非常拼命 尽一切可能让家人生活的更好一些 或者是尽早改变自己的贫穷的命运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在保安和摊贩都在努力的过程中 那悲剧就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 有人呢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 说什么天道酬勤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但是要考虑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 我就拍一下龙华福士康附近的一些一个商铺吧 这些商铺的话相对是比较简陋的 这些商铺都是铁皮房搭建的 按照来说龙华福士康啊 这周边的商铺都这么多关的 那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真实的情况 好多人傻傻分不清 说这个疫情也没管控了 也基本上结束了 为什么生意反而不好了 大家通过我的视频可以看到 90%的这个小商铺是关的 关门的按道理来讲 这个龙华福士康周边 至少是卖早餐的很多呀 应该但是真实的情况 大家可以 确实有点 谁能哪位专家能解释一下 这是个什么情况 招工的也少 做生意的也难做 这个有点摸不清 看看这都是关的了 不要等到制造业全部都转移到外国离开了 才明白这点 到底什么才算得上低端产业 公馆曾经拥有12万员工 号称全球最大鞋场的育员鞋厂 算得上低端吗 巅峰时有18万员工的三星电子 算得上低端吗 在国内有40多个工厂 员工总数超过80万人的富士康 算得上是低端吗 曾经 有些人天真的认为 这些做衣服的 做玩具的 做鞋子的 做组装的工厂 只要是利润微薄 只能靠人工生产 没有多少科技含量的工厂 最多也就是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 现在呢 搞得一出腾龙换鸟宣传的弯道超车 这些工厂转眼就成了越南印度的贵客 对此 有人解释说 是因为越南印度等地的工人工资很低 简直是在开玩笑 我国中西部很多城市 月薪才1000块的工人到处都是 并且越南印度等地的工人生产效率很低 只有我们工人的50%左右 他们人工再廉价 能廉价多少 现在一些人到电子厂找工作 很多工作一个小时的工资 还不到20块 并且要求 作为我个人来讲呢 在中共国的时候啊 也曾经非常努力为生活打拼 20年前 我还在老家开店的时候啊 那每次进货都是凌晨3点多起床 然后赶最早一班的车就出发 特别遭罪的就是冬天的时候 零下30多度啊 早晨披星待月的出发 晚上又披星待月的回来 中途啊 就在各个地下批发市场徘徊 选货就跟买彩票差不多 货选对了 才有机会赚上那几笔 否则呢 就有可能会白忙活一场 为什么说有可能呢 我们后面再说 那回头啊 我再来看当初自己的努力 其实能赚到钱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靠运气的 大环境好 也就是乡下的农民有钱了 那他们会来到 会来到城市里买买买 那就算再不好的货 他也有可能就卖出去 所以前面我讲了 有可能会白忙活一场 如果卖不出去 那就白忙活一场了 那一旦农民 他在收获季节 没赚到钱 就算眼光再独到 选货再准 也很难赚到钱 顶多是维持个 这个不亏本 因为买货的人呢 就算看上了 也得摸摸 这自己的钱包够不够股 所以做生意 与其说靠努力 不如说绝大部分原因 是靠运气 当然我个人经常强调 凡事不要走极端 不是说努力不重要 如果说什么都不做 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我个人强调的是呢 凡事就顺其自然 激励就好 而努力呢 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无论自己多么的拼呢 最后总会发现 永远有比自己 更努力拼搏的人 欲望啊 也永远都没有终点 拼到最后 那钱呢 就送到了医院 痛苦呢 就留给了自己 人生最苦的 就是求不得 特别是在大环境 不好的情况下 个人的付出与回报 很难成正比 那这个时候啊 就需要与自己的欲望和解 有人呢 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房租500 水电无限不要紧 你还要上自行车 上骑200万人围观的 八平米卧室 正式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一眼就看完了 你这么过 总得有收入来源啊 你借记 我打工十年 难道没点积蓄吗 我现在也是有收入的 数字有名 你知道人的痛苦就是来源于 我既要又要 我还要 太贪了 你就不快乐 搞得好像你贪婪 只能得到死的 其实我以前上海打工的时候呢 我以为我会当总经理 后来我辞职了 我以为我能开上市公司 结果保农村来了 但是我也挺诧异的 人原来只要降低欲望 还可以这么活着 也许我没有你有钱 但我肯定比你自由 不来负荷主 财富和自由 重要的不是财富 而是自由 各种报道 在这个世界上 百分之一的人 是两者都能得到 你能做呢 百分之一吗 视频中这小伙子说呀 也许我没有你有钱 但我肯定比你自由 有朋友这个时候可能会说 你这不是帮中共维稳吗 如果大家都安于现状 谁来推翻中共呢 其实这个事情啊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尽力就好 有机会就去讲真相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我们努力换来的成果 绝大部分都被中共给窃取了 有网友啊 就列出了中共国的18条税 一 增值税 成本30的东西 卖50 赚的20块钱 还有交税 第二个税 买贵重首饰 珠宝 钻石 玉石等等啊 也要交税 第三个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赚了钱 25%要给国家交税 四 个人所得税 打工人赚了钱 也要交税 当然中共国的个人所得税 要达到那个收入 五 城市维护建设税 共建美好城市 一起来交税 还有未来啊 即将要实施的房产税 等等等等等等啊 具体呢 我这里就不读了 有幸的朋友啊 您可以自己去暂停 来看一看 总之啊 就是万税 万税 万万税 咱们就说啊 这这么重的税 这这个真是矿骨绝金啊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一个普通人能活下去 已经非常艰难了 更不要妄想说 成为那百分之一 拥有自由和财富的人 而如果你也看透了 这游戏规则 却又无力改变的话 或者说连润的实力 都没有的话呀 那不如就躺平 降低欲望 不赔他们玩了 这也算是一种 无声的反抗 只要能维持 最基本的生活就好了 跟中南坑子里 那些马列子孙 比命长 无论是主动 或者是被动的 那未来一定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躺平 其实你看看 目前的现状 就算想找工作 都非常的难 前面视频中 已经有人说了 说当大家都没工作 那消费自然就上不去 消费上不去 中共就没有税收 没有税收 就没有军费和维稳费 那还记得 中共为什么会放弃清零吗 就是因为 全国性的白纸革命 把他们给吓坏了 他们根本就无力 去控制局面 最后只能妥协 但是呢 中共 他的邪恶 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就算妥协了 也要背后插上一刀 突然的放开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导致了无数人 因感染了病毒 买不到药 无数有基础病的人 得不到及时的医治 而离世 而中共害死 那么多人的目的 还是想证明 他的清零是正确的 而面对中共 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 如果无力挑战 那不如暂时躺平 保存实力 就像视频中 那位小哥一样 选择自由 好 感谢你的点赞 订阅链 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 beautiful dreamer